裸柏族攻入公共交通 求刺激游走法律邊緣 在台北接運上拍這些照片 後面還有乘客 不怕被人見到嗎? 台灣的裸柏族就告訴你 他們追求的就是刺激感 這輯相還得到台灣 一個知名會員制forum 舉辦的大宋運輸系統裸柏比賽冠軍 裸柏族你未必聽過 他們喜歡在公眾地方 趁沒有人見到的時候拍裸柏露照 再鋪上網和大家分享 又裸柏圈內人說 通常都是男攝影師幫自己的另一半拍的 希望大家可以看到我老婆的好身材 覺得是好東西跟大家分享的 女生會穿容易脫的衣服 攝影師就負責看水 肯定沒有人會見到就趕快拍夠皮 有圈內人聲稱台灣的裸柏族 大概有近10萬人 醫生、律師這些高收入人士都有 最終目的是想分享一些照片 那被人拍那個不怕的嗎 女生會覺得為什麼要把自己的通緝給別人看 可是當他們知道說每個人的回應 或是看到這樣圖片的回應 是一個正面的讓他們更有知情的 他們漸漸的都能接受 警方就說在自運車廂或月台拍裸照 已經違反這兩條法例 有律師亦都說將裸照放上網 拍攝者有機會觸犯另一條法例 可以判兩年以下有期徒刑 不過有裸柏族已經想好 要去更有挑戰性的地方拍 這些裸柏比賽恐怕陸續有利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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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